66岁红金宝手术后陪孙子买玩具。哈欠连连精神状态差。 66岁红金宝手术后陪孙子买玩具。哈欠连连精神状态差。 薅鱼。2018年5月3日7点57分。 66岁的红金宝被拍到坐着轮椅陪孙子买玩具。 当天他身旁跟住老婆、儿媳和孙子等人,十分热闹。 从记者拍摄到的照片中可以看到,红金宝出行时由助理全程推驻轮椅。 红金宝虽然用心帮孙子挑选玩具,但是每一会就已经哈欠连连,精神状态不佳。 早在去年8月,红金宝出席电影节开幕仪式时就透露要做手术,医生叮嘱手术后要休息4到6个月。 据说前不久红金宝刚刚做完腿部手术,看来还在调养期。 红金宝的腿脚似乎一直都有问题,因为早年拍摄无打戏的原因,留下了很多旧伤。 多年前红金宝就做过手术,因软骨组织越来越少,走路时膝盖经常相互磨损会痛,出入有些不方便,如今为了不让病情恶化,所以需要轮移辅助。 2.500赛 1.500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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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100赛 2.500赛